大家好 我是朱sir 在这段影片我将教大家做一款棉花鸡蛋糕 棉花鸡并不是走路的棉花鸡 而是这款蛋糕 它介乎在棉花蛋糕与鸡蛋糕之间 所以就在这里玩玩食指 叫做棉花鸡蛋糕 做法不难 有很多食材在家里也会有 相信大家在这段影片 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吃的棉花鸡蛋糕 做法是怎样做呢 现在看影片吧 现在开始了 首先 这里有牛奶和液体油 加入蛋黄轻轻搅拌 搅拌均匀后加入过筛西的粉类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加入过筛西的粉类 然后慢慢地把它搅拌均匀 这一段剪输完就完了 提防面糊起筋 接著有些冷的蛋白 加入廚師機 將蛋白打至七成左右軟硬度 就可以跟蛋黃糊互相混合 然後將蛋白分三次加入 以這個切盤的手法拌勻 攪拌完後 用手把蛋白過濃度 切成小碗 把蛋白切成小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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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拿出來 把蛋糕糊倒入6吋石子殼 用竹签在蛋糕糊中打圈 讓裡面的氣泡更加分泊均勻 可以加少許行人片裝飾一下 大約40分鐘 蛋糕就新鮮出路了 好 現在蛋糕開始凍了 我們先拿出來試吃 把蛋糕吃起來 蛋香和奶的味道都十分舊 而且大大咬下去 質感十分大滿足 有機會就試試做吧 如果鹽6吋太麻煩 做這些小小的紙杯裝 其實也不錯 不過當然焗的時間要減短 影片到最後 由綜合小貼士的時間 第一 就是這些雞蛋糕 大家不妨試一下新鮮熱辣 出路的時候大大大大吃 效果是非常棒的 第二 就是要留意這個蛋白打法的程度 不如打太硬 如果打太硬的情況下 蛋糕口感會比較乾身的 第三 就是蛋糕表面的裝飾 你不一定要這麼足用行人片 你可以根據個人喜好 例如放一些朱古力豆 又或者是提子乾等等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了 今天的影片有分享到這裡 適合是否適合就當免費看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觀眾 大家期待現在的網上課程 已經有得報名了 我已經將實體貨發生做這個影片 透過螢光幕 施展出渾身解數 令到你們成功做出正確的產品 詳細程度 絕對絕對不會輸給實體貨 影片還可以無限循環 有興趣的就快點來報名吧 詳細的報名方法 可以數回影片中的QR Code 又或者可以按影片 箭嘴下的Description box 都可以報名的 快點來吧 等你們